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台南市家里警分局下午在家里去新化社区上演反诈行动剧,代替教条式的宣传,解说金光党以面条换纸钞的诈术,也展示警方用以反诈的假钞,宣传方式热闹有趣,长辈看得笑哈哈,宣导效果不错。 新化里长林黄秋香说,乡村型社区人口老化,高龄者守护传统聚落,圣吃俭用,隔代教养情形很多,阿公阿妈腾孙的天性成为歹徒诈骗的弱点,阿妈快来救我,我被坏人抓走了。 诈骗集团以电话诈骗乡下老人家的老梗和框片老人设计诈骗案,往往就让老人家一时心慌,陷入圈套,把老板公寿送给诈骗集团。 为了防止老人家上当受骗,才请家里分局以实际案例融入剧场向长辈宣导。 不少长辈听到家里分局要表演纸钞便面条行动剧场,并为长辈免费安装脚踏车气贼室或金箍警示灯的消息,赶紧到社区活动中心卡位看表演。 家里分局宣导团寻管理圣邦寻足取智慧及家房官高明志志工等人,以便魔术用针千元纸钞团变成面条包的行动剧开演,演出想贪钻鸡笼贪小便宜的行动剧,并让长辈触摸针钞,假钞的质感,以学习如何辨别。 连高零九十岁的阿妈猴黄棱也学会欲诈着要先冷静再找人查证,免得受骗。